我們今天介紹的是 Leica 特別版 APO 52 光圈的銀色 這次跟大家介紹的是 Leica APO 50mm 二光圈 AS Bridge 鏡頭 這支鏡頭在前幾年已經出產 當時只有黑色 之後過了一段時間出了銀色 去到2017年出了一支紅色 當時一共出產了一百支 最初賣的時候賣七萬多元 其實想不到去到2018年 拍賣戶竟然賣到50萬 升值能力其實非常驚人 這個版本其實是Leica 美國的歷史協會 那個簡寫是LHSA 為了紀念他們50周年 用一個Widget的外觀 做一個設計的藍圖 出產了500支 LHSA特別版 分別有黑色是300支 應該說是黑色是300支 黑色是300支 另外銀色版就是這個 只有200支 之前的版本就是用鋁合金製造的 現在這個特別版其實是用高品質的黃銅製造的 這個特別版其實除了實用 因為不是很重 體積也不大 而且可以拿來收藏 不知道這個版本其實會不會打破到 紅色版的升值的紀錄 歷史和鏡頭的外觀 大家也看過了 那到底這支鏡拍出來是甚麼效果呢 那我現在跟你看看 好了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看看 到底這支50APO拍出來的效果會是怎樣 那我們第一張看看 這一張其實就是一部CCD的Monocone 加一支50APO去拍的 其實只是在一個室內的環境 燈光不算很明亮 比如說看看面具 其實可以很立體地呈現在你眼前 所以說Monocone和APO50 這支鏡的配搭是非常匹配的 效果非常好 另外這張也是 其實兩張也是在我店裡拍的 雖然是一部黑黑的相機 但是立體感和層次是完全有交代的 雖然這裡是黑黑的 這個鏡頭也是黑黑的 就算拿肉眼看 也不會覺得是立體的 沒有這種感覺 但是經過相機和鏡頭的反應出來 那個立體感和層次 是令到人有點驚訝的 然後這個是室內 雖然這些是假花 我特意試一試 到底白色的花 一堆的話 效果會如何 其實看到每一朵花都很清晰 看到前後次序 每個花範 就是這樣 這個是一個很小的模型 因為這支鏡頭可以對焦 最近可以對到0.7米 而這張相機 基本上是沒有攪拌過的 只是靠一靠 靠一靠 你看到 主題對焦的位置 是銳利的 但是 雖然這支鏡頭 只是很輕微的 向前移了一點 就已經發現 開始有些Bird 而後面那些更加不用說 因為距離比較多 整個畫面的主題 非常突出 這個是一個 外面是窗邊 不是真的燈 這個自然光射下來的感覺 是很舒服 看到膚色 非常自然 這個也是從同一個場景 只不過模特兒換了一件紅色的衣服 光暗的部分 都很漂亮 光位 暗位 慢慢的過渡 皮膚 面容 model 的 少少的 譬如說 這個 骨 也有少少 燃了出來 這個我也很明顯看到 立體感是相當強烈的 這個 本身不是黑白機 用一部SL相機拍攝 然後轉回 在Lightroom轉回 做黑白 同樣都看到 層次各方面 都是很豐富的 雖然這張桌子是白色 但是一樣看得到每一個細節 這個是室內環境 是用了射燈的 看到貓是真的整隻走出來 尤其是他的眼睛 尤其是他的眼睛 那個細節 這個 晶瑩的感覺 連他眼底的 那個 那個 小小的變化 都看得很清楚 這張同樣也是貓 看到貓 就算是貓鬚 他那麼細微的東西 就算是一張大相片 直接看 也看到貓鬚的尖端位置 是尖下去的 這個完全是非常細緻 在地球移 原型的東西 可以看到 測試到的立體感 也是反光面 這是一個很暗淡的環境 沒有加特別的燈光 就隨意地拍一下 也看到色彩的還原是很高的 深藍色 再看到是深藍色 金色 其他顏色 都很豐富的顏色 雖然那個環境是很暗的 這個是一個影樓的地方 只是用了一支LED燈 打向天花板 然後反射下來 看到黑白分明 比如說眼珠和眼白之間 是很鮮明的變化 頭髮絲 頭髮絲 那樣東西 都是很仔細的 這個也是同一個環境 大致上就是這樣 其實我們不時會有 攝影器材的介紹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頻道 歡迎你給個like 和subscribe 我們的頻道 其實如果你覺得 三言兩語說不到這麼多的話 歡迎來到我們尖沙咀的店 去大家研究一下 我們在尖沙咀 香檳大廈 和利威大廈 都有店 多謝大家收看 再見 拜拜